俄罗斯持续利用寒冬期间轰炸乌克兰的电网 在黑海岸大城奥德萨有150万人周末陷入黑暗 乌方指控俄罗斯动用伊朗无人机破坏当地能源基础建设 不过俄方所掌控到的乌东和乌南地区也发生了多起爆炸攻击 包含了美帝特普尔还有顿内刺客以及克里尼亚地区 此外恶名昭彰的俄罗斯佣兵华格纳集团 在乌克兰总部也被轰炸 进入寒冬乌俄战火再升温 这是三月就落入俄国掌控的乌南大城梅利托普尔 亲俄势力指控乌军使用美制武器轰炸 造成多人死伤 建筑陷入火海成为大片废墟 俄方指控一间多人正在用餐的休闲中心 无预警遭到攻击 但流亡在外的梅城市长强调 乌军在当地歼灭200名入侵者 不过俄军瞄准乌克兰电网的战术更明显 黑海岸大城奥德萨 150万人周六再度被打入黑暗 输电网疑似再遭俄军使用 防守同时疑似吹起反攻号角 包括恶控克里米亚以及盾内磁克 周末都传出多起爆炸 另外被俄罗斯拥兵华格纳集团 当作总部的一间旅馆 也被炸成粉碎 确切攻击来源无法证实 但乌克兰境内俄军据点再受打击 美方正在交付最新一批 总值2.75亿美元 约84亿台币的弹药及军备 进入耶诞假期 拜登关键助攻 协助乌克兰挺过寒冬的考验 张力德便宜 此事 谢谢大家